上次上课的话 我们主要是讲到有关单次的查询 也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个资料查询的功能的话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查询系统 你资料量非常大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快速的帮你查到之后 并且帮你新增一个资 一个工作 一个什么工作表 那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总共有9个动作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做一些重点的修改 最重要是利用什么 Input Box 这个Input Box 主要是取得那个使用者要查哪一个业务人员 取得之后会把它放到一个变数 当然未来你这Input Box 也可以把它改成一个表单 比如说你将来就有同学想说 要不要做一个更精细一点的查询系统 那你就或者多条件的查询系统 你就可以自己利用插入制定表单 自己再增加那些文字栏位 比如说你要查两个人三个人 那你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多填几个人 然后判断说他填了几个人之后按确定 他自动把那些人全部都查完 帮你放到那个工作表里面 这个我想延伸性的啦 当然这个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 第一个当然你就要制定表单 第二个的话呢 需把相关的逻辑写出来 这个其实有点难度啦 只是说我觉得如果你这些都办得到的话 那未来你在处理你工作上的事情的话 哇那就会非常的得 就是非常的如鱼得水 那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criteria 1 这关键的字就是地几栏 范围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那我之前这个没改 2500 所以如果说未来你不是2500的话 你可以用自动去抓最下面一列 然后把2500改变 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 新增工作表到哪里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那个 这个地方 把那个我的名称打 就是直接变一个工作表名称 这样的话就完成一个业务的筛选 那当然业务筛选里面还可以简化啦 我想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加一个什么 最下面一列的叙述 然后其他的话 大概这些 把一次筛选做完之后再做防呆 防呆里面大概有三个啦 比如说呢 防止那个已经存在的工作表名称 先把它删掉 然后呢 如果他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就是跳一个讯息 跟他讲 请务必输入资料 用一个叫Messagebox的一个 讯息对话方块 然后呢 再跳离 另外如果查无结果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查无就1048576 我们是 特别最好 如果你是Excel 2003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要改成65536 因为Excel 2003以前的版本只有 6万多笔 2007以后呢 才是1048576最大笔数 OK 所以哦 那个像Python跟VBA最大的差别 另外一点就是 最大笔数啊 因为它是有限制的啊 所以如果未来呢 假如VBA在处理超过100万笔的资料 可能要不你就是 再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OK 那又有另外一个1048576 要不就是怎么样 你就把它丢到资料库 所以资料库我们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丢到SS 也可以丢到MySQL 这些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其实你可以处理 其实就是所谓的大数据分析的应用 OK 然后呢 那再来就是底下都一样 那如何让程式回头 这个前面有讲过 就是可以让它再输入一次 另外的话可以改成共用方法 所谓共用方法是有些筛选业务 筛选产业别 筛选产品 其实很多地方都一样 你可以把它独立出来 用传递引述的方式再传给它 最后的话呢 再用call筛选业务 第几栏 有没有 产业别第几栏 这个我想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试一下 另外还有多重筛选 多重筛选就是 你如果有一个业务员 你有两个业务员的话 那你可以给一个x加一个y 如果有y的话 最大的差别是 在这边呢 有没有 本来到这边为止了 可是如果你有第二个条件的话 后面你可以加一个operator 冒号等于 operator是一个参数名称 冒号等于后面的话就是xl 这个是l 偶尔啦 ok xl通常是固定的用法 偶尔的话意思是说它的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连击的用法 连击意思是说呢 两个只要其中一个出现的话 因为不可能用and的啦 不可能那个业务又有什么小咪又有小张不可能 所以偶尔 criteria criteria就是它的那个条件 为二的时候 那第二个就是哪一个 最后的话呢 把那个add的时候呢 把名称改成x 比如小咪 and小张 那它最后产生的就是这两个人的那个资料 会帮你自动放过去 那当然你可以后续 延伸出去可能你可以再用枢纽分析表 跟那个枢纽分析图 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些前置作业呢 其实就是要需要产生枢纽分析表 跟那个图跟表需要用到的资料 因为你如果没有前置作业做好的话 你直接丢给枢纽分析表 去做分析是不可能的 会有很多地方是做不出来的 一定要给它的是它需要的资料 所以通常我们做前面的动作 是要替那个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做铺路 OK一定要先做这些动作 如果没有的话 你直接丢资料给它 你是做不出来你要的结果的 OK 那当然其实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也都非常重要 甚至我也很想要开一个类似的课程 可是因为已经没有时间 再填满这些 所以也许未来 说不定可以在课程里面 看看再增补一些 反正未来 因为Python跟R最后他们也是会输出图跟表 那也许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钱把它加进来 那一整套如果都做好的话 那太强了 以后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叫做大数据分析的专家了 对不对 以后应该会有个职称叫大数据分析师 现在有分析师嘛 现在叫大数据分析 而且这个职称大概在未来几年会出现 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把目标设定下来的话 未来五到十年 你会是在这个产业里面是很受欢迎的 因为这样的职称非常需要 处处都需要嘛 哪个地方没有产生资料 而且大家都在竞赛 你要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一定需要了解大数据分析 有没有 现在各行哪一个行业不需要 电商一定需要嘛 传产会不会也需要 你还是有对手嘛 所以你要比别人快的话 好像金融业更需要 对不对 保险业 那更需要 对不对 政府机关其实也非常需要啦 还有像医疗产业现在很夯的嘛 太多了啦 所以取盘这些东西的话 所以老板需要什么 你就是按两下 叹叹 跳出来 老板我告诉你 以后你做这个方向就对了 我老板会非常爱你 而且保证不希望你离职 老板我还有另外一家公司想要找我 如果他回来 赶快去赶快去 那没有价值 如果说呢 不要啦 你 我们再聊聊 我们再聊聊 对不对 OK 然后就跟你谈条件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 那表示说老板是需要你的 所以你要想一想 老板有没有真的很需要 需要你的部分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 表示你的价值 已经很残余价值很少了 所以你要想一想 你在那家公司 有没有什么地方让老板觉得说你是真的是有价值的 否则的话你会发现 为什么老是被骂 老是对我大小生 他其实小是觉得你应该没有利用价值的 准备要把你踢走了 OK 所以应该可以感受到资产其实蛮现实 因为毕竟他是盈利事业 他不是慈善事业 OK 所以他不可能说 你进来的时候还会给你好脸色 所以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一进来的时候 不能接受 很快就离职了 他觉得主管为什么对他这么严厉 他爸妈都没有对他这么严厉 当然了 然后就会complain说 为什么那个谁谁谁对我这么凶 嗯 不过其实他 他上面的人也是对他很凶 所以他才对你凶 他不可能 他如果对你包容的话 应该没有这样的工作吧 有的话 除非你自己在家里当老板 对 或者你自己是小开的话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刚刚上个这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不过呢 如果说还有其他像数字筛选 总价怎么筛选 其实这边的话 就是把QRT改一下就可以了 蓝改一下 OK 那如果有两个条件的话 那就是加一个end end的话是 比如说我的总价是希望介于什么 100万到200万之间 那如果我要查这个总价的话 其实也不用重录啦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大于等于X 小于等于Y就可以了 其实其他部分都一样 你会发现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做一个总价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也许 你可以再把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开起来 然后呢 再试着把那个筛选总价的部分把它完成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部分吧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筛选总价之外 再来就是筛选那个日期 其实你会发现 光筛选部分呢 就可以做不完的功能啦 它几乎你要查的资料 马上就可以帮你查出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大概把重点回顾一下 开启上次上课的东西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后面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上课的东西不存在的话 没关系 云端上也有啦 最少你要知道说 你应该贴哪些东西 产生哪些按钮 有没有 像我们最后完成的结果 我是希望看到至少会有一个 筛选业务 筛选产业别 筛选产品 然后就是什么呢 再来就筛选那个建档 也许是总价跟建档日期吧 那这样的话呢 分别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完成 那至少筛选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那所谓的筛选其实就查询啦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把筛选改成查询算了 比较能理解啦 查询业务 查询产业别 OK 诸如此类的 那这个部分如果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就是 如果你有批次筛选 其实就批次查询的需求 一键按下去 所有业务人员全部查完了 OK 那你只要有个清单 它就会自动帮你全部查完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把那个重点回顾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这个其他的部分 呢